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在了胡人 奥尼尔由于续约问题没有谈好 再加上其他因素 交易奥尼尔已经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 贝尔杰克逊赞输掉总决赛后选择离开 主帅的位置也需要尽快解决 众多主帅的候选人中 帕特莱莉又一次被提起 双方就此会念 一开始莱莉与胡人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 但当莱莉提出想同时拥有一颗比喻 奥尼尔给他一个龙年和他们在一起机会的时候 胡人方面根本不想讨论两人之间的矛盾 而后胡人方面开始与莱莉讨论能不能用奥尼尔交易卫生与巴特勒的事情被莱莉制绝了 随后顾普切克与莱莉再一次讨价还价就形成了双方交易 热火得到奥尼尔 胡人得到奥多姆加巴特勒加格兰特 加一个少轮选秀圈加一个二轮选秀圈 而莱莉自己在日后都说 不知道胡人当初叫他去会谈 到底是想让他出任主帅 还是想完成交易 这笔交易应该算是库普切克与吉姆巴斯合作以来 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达成的自主交易 1994年就已经坐上总经理位置的库普切克 前期的人士大全变化并不在他手里掌握 而吉姆巴斯也不过是在熟悉球 好的 现实却完全不一样 2013年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在 科比受伤 霍华德离开 巴斯博士去世 胡人在这两位的大领下变得没落起来 所以胡人在2013年和2014年的自由市场上特别想有所作为 想珍惜这能将球队牢牢掌握在手中的权利 但最终一无所获 球坛负责人杰西巴斯向管理层推荐的新兴球员 在选秀大会上胡人也只是买了一个两轮 先选择了克拉克森 连年的自由市场失败 胡人也没有重塑之前的辉煌 这就预示着吉姆巴斯与库普切克的计划全部落空 机会也就这样悄然而去 最终在2016年自由市场的乱千人 成为牙子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巴斯博士的遗嘱是将他所拥有的约66%的胡人股权 转交给现托机构管理 受益人是六个子女 各拥有约11%的股权 该现托机构由三个年龄最大的子女约翰尼 吉姆和珍妮作为共同委托人参与管理 胡人的运营权方面需要六个人和他才会定结果 当吉姆巴斯的操作始终让巴斯家族看不见希望 珍妮巴斯发动家族势力 促使吉姆巴斯与库普切克下台 所以才有了和菲尔杰克逊解除婚姻的消息 魔术师约翰逊入住胡人的新闻 一直管理胡人商业运作的珍妮巴斯 也不是全部否认吉姆巴斯与胡普切克的所作所为 留下了卢克沃顿 他希望保证球队的良好运行可主 帅的稳定性 况且沃顿失诚菲尔杰克逊 珍妮巴斯也很认可沃顿的能力 至此球队终于掌握在珍妮巴斯的手里 虽然吉姆巴斯动用法律想讨回个说法 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珍妮巴斯能解除与菲尔杰克逊的婚约 他势必也已经下定决心 这辈子都要与胡人为伴 这一次他不想胡人再没落下去 他将魔术师约翰逊 赠命为篮球运营总裁 因为他晓得魔术师约翰逊 知道父亲亲手缔造的胡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们要一起将胡人待回应该有的高度上 他们不想要在天堂的杰里巴斯失望 对运作 学习怎么去更好地掌握球队的日常工作 所有球员的变化全部还是由维斯特去掌握 等到维斯特离开 吉姆巴斯升到副总经理 菲尔杰克逊对于球员的变更拥有话语权 交易的事项上要由菲尔杰克逊的参与才可以进行 又是吉姆巴斯还要充当传声筒的作用 这两个时期无论怎么讨论 最后点头同意的都是巴斯博士 所以库普切克与吉姆巴斯更多的是参与 分量不够 2004年的这一笔交易 才是属于库普切克与吉姆巴斯的权利 巴斯博士的子女在美国有钱人的社会中 不少大公司的老板人认为 非常浮游往往是闹出家族矛盾的主要原因 1996年 当埃尔文公司的圣约翰尼茨 宣布女儿克里格雷为继承人时 公司的股票价格下降了7.5% 吉里巴斯的朋友赫夫内公司的修赫斯纳 将继承人定为女儿克里斯蒂赫夫纳之后 不少怀疑论者大家谴责 当巴斯博士年龄越来越大 身体状态越来越不理想 寻找继承人的问题成为巴斯博士的心头大事 但交组内部最适合的却不想继承 能继承的却不是正妻所生 最想继承的却是女性 不适合继承的被迫去学习怎么继承 巴斯博士一共有六个子女 也有传言还有一个叫西恩巴斯 那也是巴斯博士的子女 但巴斯家族并不成任 大儿子约翰尼巴斯 巴斯博士心中最完美的贴 反正 他能力很出众 在1997年WNBA成立时 他被安排担任洛杉矶火花队的运营总裁 他在2001年和2002年就算灵火花队 完成了两连贯的壮许 同时他还掌管着室内足球联盟的洛杉矶雷射队 而继承继也不差 他的能力是唯一得到巴斯博士和体育间建可的 也是巴斯博士最念念不忘的理想继承人 但大学是主修音乐 那约翰尼最向往的生活并非当老板 而是做音乐人 对职业体育先生建立的约翰尼巴斯 在和父亲说明情况 后选择从巴斯家族的体育产业中离开 并公开声明不参与家族接班 如果他去管理家族生意 也许巴斯博士早都已经退休了 同时也就不会有吉姆与珍妮互斗的事情 约翰尼巴斯在斯坦普斯中心很少露面 二儿子吉姆巴斯 一直被外界称之位是花花公子的吉姆巴斯 最大的兴趣是训练赛马 而且颇有成绩 他在1998年开始介入忽然管理工作 一开始协助杰里维斯特进行球场工作 巴斯博士希望儿子吉姆巴斯 接好杰里维斯特的班 所以吉姆巴斯变成为了杰里维斯特的影子 与他一到前茂大学 篮球训练营观看比赛 为胡人得交选球员 等到维斯特离开胡人 吉姆巴斯开始担任副总经理 但是吉姆还是没有顶替杰里维斯特 而他的任务不过 去他附近与总经理米奇库普切克之间的传声筒 而等到2004年 吉姆巴斯与库普切克 开始被巴斯博士逐步捧向位 做了奥尼尔的交易 但在学生问题上 在乔治卡尔 莱比斯等等当中偏偏有五年三千万学中了前火箭队教练 鲁迪唐姆贾诺维奇 他在胡人队执教了半个赛季后 一个人健康原因不能继续执教为由 辞职了主教练的工作 转为了球队的顾问 之后他又与珍妮巴斯进行互斗 巴斯博士知道他不适合做继承员 但巴斯博士不想哭员 再次变成 被外人拥有实际操作权 才会选择陪奖吉姆巴斯来接班 大女儿珍妮巴斯 大学时候就接手环领过家族的网球队 而且取得过部分的成绩 她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女人 巴斯博士的小女儿詹妮就曾说过 也许姐姐才是催智和父亲接班人之类的话 她在体育界的名声和认可度 远远超过巴斯博士的二儿子吉姆巴斯 巴斯博士自己也输过 珍妮最像自己 她可以说是成也菲尔代也菲尔 她在胡人队的分量 与日俱增 与菲尔代对的成绩兮兮相关 但也因此被不想自家事业的主持权 再次落在外人手里的巴斯博士所猜忌 这也就是为何珍妮巴斯 在04年被限制的很厉害 而巴斯博士一直立碰吉姆与库土切克的原因 二女儿珍妮巴斯 是负责家庭责杀事业 是珍妮巴斯的坚定支持者 对于苦人的事业 完全听从姐姐的安排 三个儿子乔伊巴斯 因为不是正妻所生 所以这是她入住家族最大 也是最致命的障碍 但是她也利用这个身份更有力 地游走与抵达舍利和巴斯博士之间 左右逢源 深的各方信任 为人做事十分低调 无声无息 坚就和科比斯交很好 而且还直接掌管着南湾胡人队 是被球员认为真正懂球的人 四儿子杰西巴斯 胡人球探总监杰西巴斯 于2006年进入胡人队任职 最初两个赛季她任职篮球运营助理 在2008年到2011年期间出任球探 然后2011到12赛季又改任球探助理 在2012年到2015年 担任球探主管这一职位后 杰西巴斯在2015增添了一个新职位 总经理助理 同时她还将继续专注于球探工作 近几年的选秀都是杰西巴斯与杰里维斯特 大儿子瑞安维斯特的成果 从兰德尔克拉克森到现在的库兹马 哈特 全部来自这两位对于球员的观察 不想再次被他人掌握的权利 熟悉胡人的球迷自然都知道 珍妮与吉姆之间那些年的争斗 而吉姆一直被父亲力捧 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要追死到巴斯博士 刚刚买下胡人队那时开始讲起 在1979年巴斯博士收购胡人队之后 就一直在跟当时以比尔沙曼为首的管理层进行斗争 巴斯博士当时就想从管理层手中把球队的经营大权夺回来 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 比尔沙曼在球队中 勒威望使得他一直牢牢控制着胡人队 巴斯博士根本插不进去 只能进行外来的商业开发 这任巴斯博士根本无法忍受 但是他又知道 这些人是球队的支柱合计时 如果强行进行生权的话 会引起球队的大动荡 他想要的是一支完好无损的球队 而不是一支支离破碎的球队 二十年的时间内 斗争与妥协无处不在 包括比尔沙曼主动放弃球队主席的职位 杰里维斯特能够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发挥作用 巴斯博士也是分化 拉弄 打压包括出售国人队股份 跟魔术师约翰逊在内等各种手段并用 最终我们才看到胡人教父的能力 魔术师约翰逊安心的待在洛杉矶 也就是这样的做法 慢慢的球队的大拳被巴斯博士拿到了手里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不适合 掌控这么一支庞大的球队了 除了接班人的问题 对于冠军还是一如既往的渴望 也许是天使地利人和 菲尔杰克逊来到了胡人 而菲尔杰克逊的到来 也逐步加工了杰里维斯特的权力 杰里维斯特选择了离开胡人 去了孟菲斯灰熊小姐之前对使胡人教父 在杰里维斯特的离开上 菲尔杰克逊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珍妮巴斯的功劳 而获得了菲尔杰克逊支持的珍妮巴斯自然 也成了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接着珍妮巴斯提出 为了筹献菲尔杰克逊的功劳 准备将拉球运营总裁交给他 在这个时候 巴斯博士的儿子吉姆巴斯出现了 他联合了球队的总经理 顾土切克 阻止了珍妮巴斯的想法 因为如果让珍妮巴斯继续下去 必然会让菲尔杰克去 接任总经理的位置 到那时候顾土切克就职位不保了 而吉姆巴斯则是担心 一旦胡人队被珍妮巴斯发展 成夫妻店 那么胡人队就要被珍妮巴斯一个人说了算了 所以他们两个是天然的盟友 他们两个结合起来 向巴斯博士建言 阐述教练组和管理层 结合到一起的危害 让巴斯博士否决珍妮巴斯的提议 也没能够让杰里维斯特离开 考的就是贝尔杰克逊对球员的掌握 如果再让他进入管理层 那必然就又是一个比尔沙曼 已经吃到枯苦头的巴斯博士 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呢 这样一来 他更多的把实权 交给了吉姆巴斯和库普切克这队搭档 而吉姆巴斯和库普切克 也结着04年的失败 送走了奥尼尔 拉网了科比布莱恩特 逼走了贝尔杰克士 将整支球队都掌握在手里 可是珍妮巴斯自然 不会轻易放弃接管胡人的机会 特别是在其他的兄弟姐妹 都放弃争夺胡人队 只有吉姆巴斯这一个对手时 但是缺少了菲尔杰克逊 他对胡人队的影响力并不够 于是他就拉拢了一个 能够影响到巴斯博士决策的人 魔术是约翰逊 于是他 姆贾洛维奇就成了新生品 才执教了半个赛季 又以身体不适的理由 被迫转为球队顾问 科比在成为球队唯一的核心球员后 也有了敢于挑战管理层权威的信心 当初逼走菲尔杰克逊 并不是他的本意 他还是习惯在菲尔杰克逊的手下打球 科比又站到了珍妮巴斯的这边 三方一起合力 又把菲尔杰克逊紧了出来 这样一来珍妮巴斯的势力大增 在菲尔杰克逊回来之后 告诉科比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影响比赛 这样的情况下科比的数据达到了巅峰 不过05-07这两年 胡人队的成绩不是太好 珍妮巴斯这一边急需增强球队实力 来证明菲尔杰克逊的能力 毕竟一年1200万美元的高薪 年年首轮游 也有点说不过去 而科比已经隐隐约约成为联盟第一人 却老是连第二轮都见不去 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至于顾普杰克和吉姆巴斯这一方 他们也急于引进心血 在证明自己能力的同时 也能跟对方抗衡 毕竟如果球队战绩继续这么差的话 巴斯博士很可能不会再允许球队这么内斗下去 很难说会不会打压他们这一方 让对方一家独大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07年才会有那次被趁之为打劫的交易 而珍妮与吉姆为了凸现双方的能力各显身通 也是因为双方的争斗使得球队稳步前进 球员们想拿冠军 双方内斗想展示各自实力 也就说不好谁以过谁 但这样的斗争方式 使得两连贯的主帅 菲尔杰克逊迟迟 得不到他想要的位置 当兵拜达拉斯时 菲尔杰克逊离开了胡人 球队的平衡开始 向吉姆与库普切克方倾斜 这样能速度将球队掌握在手里的机会不是说有就有 吉姆一帮自然要指出浑身解数 牢牢抓住这个机会 库普切克做了这样一笔交易 用保罗加索二于火箭和黄蜂 献提呼三方交易得到保罗 但最终被联盟以来球员因叫停 如果当初愿意再多送一个手轮签的话 这笔交易就有可能成功 由于交易保罗未能成型 吉姆与库普切克转而球起次交易来那时 同时也把货华的交易到球队中 而这两笔交易完全掏空了胡人的未来 也是由于这样的好赌把他们两位的后路完全堵死了 不成想如此豪华的阵容 差点连季后赛都没有进去 科比为了使球队进入季后赛把自己拼到受伤 而季后赛也是在首轮为马次哼扫出局 在此前由于麦克布朗带队成绩不是很理想被解雇 广大球迷要求请回菲尔杰克逊 接着主帅重新对冠军把起冲击 但这件事在吉姆与库普切克两位身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且不论菲尔杰克逊有没有各种不合理要求 这两位也想在没有菲尔杰克逊的情况下 证明自己也能夺冠 这也就是为何吉姆巴斯会信誓旦旦的读书三年就请进总决赛 但想法是